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自己做好 让领导看到自己很出色 很出众 有良好的团队成员的关系 个人有能力 然后就把自己提拔起来 提拔起来给自己一个小团队 手下有几个人 那么这时候自己就是团队领导者了 那么管理好这个团队以后呢 让自己的团队产生影响力 每一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发展 每个人都心情舒畅 每一个人都产生很好的业绩 这样团队领导者呢 他的业绩是手下人业绩的核 如果这个团队业绩很出色 影响力很大 那么高层领导就发现这个团队的头可以再往上提拔 提拔到管几个团队 管几个团队呢 其实不管几个团队当中的具体的人 而是管这几个团队的领导者 所以说 这个人就开始管领导者了 管的领导者能力越大 说明自己的能力就要又强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上升过程 是先做好自己 然后呢 做好团队的领导者 然后呢 再做几个团队的领导者 能领导几个团队就能领导一个企业了 那么这个领导力的上升的基础呢 还是做好个人 做好个人以后呢 能够带领几个人 能够带领几个人跟自己来 这几个人能力越强 自己的领导力就越强 这几个人带的团队越多越大 自己被扶起来的高度就越高 自己的权力就越大 所以说 看来啊 这个一个人自己的个人领导力 是上升的基础 第二 团队领导力 是获得更大领导力的基础 只要能够领导一个团队 这个人就可以领导一个大型的企业 还可以领导一个全球公司 甚至可以领导好一个国家 所以说 由个人领导力 做基础上升的团队领导力 只要拥有了团队领导力 就可以拥有 无限空间的领导力 所以我把领导力分三层次 叫做个人领导力 团队领导力 组织领导力 个人领导力 咱用一个中文字来描述 人 团队领导力 用一个中文字 从两个人来表示 组织领导力 咱用一个中文字 重来表示 所以领导力分三层次 个人领导力 团队领导力 组织领导力 我们用三个中文字来描述 人 从 重 首先 自己要是一个优美的 牢牢站稳的 大写的人 要朝气蓬勃 精神饱满 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 精神角色 你内心是一团火 你才能释放出光和热 你内心是一块冰 化了也还是灵度 所以我们定义了 领导力就是带领他人跟自己来的能力 那现在我们又提出一个领导力定义 领导力就是体力加精力 有一个老总 昨天晚上 觉得他到后半夜两三点 今天早晨来往这一坐 西装革履 还充满朝气蓬勃 我表扬他 我说你真是天生就是老总 精力充沛 他说我装的 我说我看出来了 你通过装 装出了一个精力充沛的习惯 因此 我们做如下的推理 领导者要精力充沛 第二 提拔精力充沛的人 第三 要想被提拔 就要表现出精力充沛 第四 要想表现出精力充沛 就要养成精力充沛的习惯 所以说 要养成精力充沛的习惯 特别是刚刚入职场的新人 因为在大学期间呢 自由自在 想干啥就干啥 想晚上看书就晚上看书 想在课堂上睡觉 就迷糊睡一觉 结果呢 就把这习惯带到职场上来了 那这个习惯要改变了 因为一旦到了职场 每时每刻都被周围人看着 我在做 你在看 你在做 他在看 人在做 天在看 有一天 假如说该提拔了 大家投票 投这人票 如果有人发现 这人精力充沛 开会睡觉 听课睡觉 平时上班还迷糊 大家说这人精力不充沛 就不会提拔了 所以说 领导力 就是体力加精力 有一个市委 有一个市委书记 给领导们开会 一个当地的企业的高管 五个人 一排在那睡觉 就叫主团来睡觉 被一个记者录下来 五千块钱 卖给了凤凰卫视 全球一波 这五十个人 就被下岗了 下课了 所以说 领导力 就是体力加精力 无论升到多高 都要保持 身体健康 精神饱满 逗张扬 保持足够的精力 所以说 管好自己的精力 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所以说 无论体多高 首先要 保护好自己的体力精力 这就是个人领导力 第二 团队领导力 由一个从来表示 前面那个人呢 叫领导者 后面那个人呢 叫追随者 领导者拥有领导力 追随者拥有追随力 前面那个领 后边那个呢 同步发力 同步前进 不用拉 它是主动前进 保持同步 这种车型 叫做高铁动车 前面那个领 后边这个不发力 但是呢 被动的 被拽的走 这个车型 叫什么车 叫火车 如果前面这个领 后边这个反向走 这叫什么车 这叫破车 破车就是这个团队 就会分裂 所以说两个人在一起 三人行 必有我誓言 那这要想有团队领导力 必须呢 能够带领别人 跟自己同心同德 即使的不发力 也不要发反向的力 最快的呢 车是高铁动车 发 主动发力 这叫具有主观能动性 内生出动力 跟头 主动前行 这叫团队领导力 用两个人 构成的中文字 从来表述 团队领导力 用个纵数 顶上一个大人 底下两个小人 说明 大人物是由小人物 托起的 小人物成就了大人物 大人物要保护小人物 要扶寅小人物 刮风了 下雨了 要保护他们 升到别人头上以后 要足够的大 如果升到别人头上 自己不大 就会担心手下人呢 超过自己 自己不大 又担心手下人长大 他就会使用各种办法 来压迫手下人 限制他的成长 这种领导风格 叫五大狼开店式的领导风格 五大狼开店 不能用个儿比自己高的 结果由于他压迫了手下人 牛顿定力就开始起作用了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毛主席说了 哪里有压迫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他们就会把顶身的人推翻 揍下来 然后三个人就一般搞 三个人一般搞 叠在一起 这字就不念字 看见乌合之众 所以说 领导者 拥有领导力 这个领导力 是永远需要提升 手下人提升能力了 自己必须迅速提升 这样呢 才能获得手下人的认同和追随 所以说提升领导力 永远在路上 有人呢 提这个问题 吴老师呀 我手下有能人 我也不想五大狼开店 但是我确实跟他紧张 我说手下有什么人 他说我是本科生 当领导者 我手下有博士生 我感到紧张 我说没关系 博士生IQ高 咱管理IQ啊 咱用EQ 也就是博士生智商高 咱用情商管他 他说还有人情商比我高 那没关系 管理情商 咱用智商 也就是管理EQ 咱用IQ 还有人谈 我手下人 EQIQ都比我高 那我用哪个Q 我说那你就得用RQ了 RQ就是服务型领导风格 用的最好的服务型领导风格的 是刘备 刘备手下人 文的有 字母的有 勇士的有 但是这些人都 忠心更能为刘备处理 那就是刘备 用了足够的 服务型领导 让手下人 心情舒畅的 在这个组织当中存在 所以说这样才能带好一个组织 用服务型领导 当手下人 智商 情商 都足够高 都是有顶级的智慧和道德构成的时候 自己就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样才能带好这个团队 才能成就自己的团队领导力 因此这一节 我们谈的是三层次领导力 个人领导力 团队领导力 组织领导力 用三个中文字 人 从 重 来表述 中文有这种优势 英文呢 就没这种特点了 他们只能说 people people person persons 不过怎么说 领导力 由三层次构成 从个人领导力 上升到团队领导力 上升到组织领导力 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